五大郎死的其实一点也不冤 甚至可以说他死不足惜 他和潘金莲之间的那点事 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五大郎被毒死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谈及五大郎 大家往往会联想到一个形象不佳 身高仅有四尺有余的侏儒 正因为他的矮小与丑陋 所以人们在提及他和潘金莲时 第一反应都是不匹配 毕竟潘金莲的形象和五大差的 可不是一点半点 原主中描述 他眉宇间宛如初春的柳叶 常戴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哀愁 面旁呢 则死三月盛开的桃花 暗藏着无尽的风情与诱惑 他身姿纤细 步态轻盈 仿佛连燕子与黄鹰都自愧不如 红唇微起 便引得蜜蜂与蝴蝶未知疯狂 他的美貌如诗如画 令人陶醉 五大郎与潘金莲看起来 就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也像是两条永远无法交汇的平行线 然而命运却让他们阴差阳错的走到了一起 五大郎取了潘金莲为妻 后来的故事 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潘金莲在王婆引荐下 结识了西门庆 两人的苟且之事 最终被五大郎发现 于是便上演了潘金莲 毒杀五大郎 进而引发五松为兄报仇的种种风波与变故 潘金莲虽死 但却并未平息众人心中的愤怒 时至今日再提及潘金莲时 有不少人都还认为他是最有应得 毕竟他身为人妻 却难耐寂寞 频频凭借美貌引诱男子 还未和西门庆苟且之前 他就对五大郎的弟弟五松心怀不轨 在五大郎外出之际精心准备了一桌酒席 五松归来后 潘金莲仰装与五松共饮 却故意将酒饮至半杯 随后向五松眉目传情 示意他接过酒杯 饮进杯中于酒 然而五松从小就是哥哥待大的 他与五大郎感情至深 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哥哥的事情的 所以啊 他坚决拒绝了潘金莲的引诱 但不久之后 潘金莲终究难耐寂寞 与西门庆暗中勾结 在运歌的告密下 五大郎试图捉拿这对肩腹淫妇 却不料被西门庆一脚踹中胸口 顿时倒地不起 之后便一病不起 此时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长久保持私情 同时也不让自己的罪行暴露 于是想到了杀人灭口 在王婆的怂恿下 他丝毫不顾夫妻之情 竟在五大郎的药水中参入毒药 最终导致了五大郎的悲惨离世 从表面上来看 五大郎确实是一个充满悲情的角色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而潘金莲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派 但其实深究整件事就会发现 潘金莲固然是一个心如蛇蜇的毒妇 可是五大郎也死得不冤 甚至可以说他死有余辜 那为什么说五大郎死得不冤 难道他的死有什么阴谋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 五大郎原非杨谷县人 而是出身于清河县 只是自潘金莲嫁入武家后 因五大郎过于忍让 两人最终不得不迁居至杨谷县 原著中描述 潘金莲过门后 五大郎为人懦弱本分 时常受到旁人的冷嘲热讽 说潘金莲这一块好羊肉 竟然落入狗口 因此五大郎在清河县市难以立足 便前往阳谷县的紫石街令房居住 每日呢 仍然挑蛋卖吹饼为生 但五大郎哪里知道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即使换个泳池 也依旧难以生存 他在面对困境和挑衅时 总是选择退缩和逃避 这使得潘金莲感觉缺乏安全感 逐渐对高大威猛的男子心生向往 这也是潘金莲再见到武松后 当即就对他心生向往的原因 更为致命的是 当五大郎得知潘金莲红杏出墙时 他并未想着等武松回来再说 而是自行决定去捉奸 多少有点自不量力了 毕竟别的不说 光个头 西门庆就比他高出不少 被西门庆打伤后 他还仍让潘金莲照顾自己 甚至承诺 养好伤后便不告诉武松 由此可见 武大郎在应该强硬时 却选择了忍让 在应该忍让时又未能坚守底线 最终亲手酿成了这场悲剧 说白了呀 就是认不清自己 不会审时度势 倘若当初在清河县 面对别人的嘲笑时 他没有选择一味的忍让 而是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 这样既能在潘金莲心中 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 又能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 如此一来 即使日后有别的男人 对潘金莲心生不轨 也会看在他武大的面子上 礼让三分 不敢太过嚣张跋扈 他就是太懦弱了 身材矮小就罢了 还没有一点男人该有的气概 所以提及他时 西门庆才会那么的不屑 别说把他当男人看了 甚至没有把他当人看 后来在听说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奸情时 倘若他能有点自知之明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保持冷静等武松回来再说 那西门庆和潘金莲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他本人也不会死 可惜他在该强硬时 没有强硬 在该隐忍时 又选择了强出头 所以才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武大郎除了不会审时 夺食之外 还有一个致命缺点 是什么呢 那就是沉迷美色 把女人当成物品 当然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武大郎喜欢漂亮的潘金莲 也无可厚非 倘若他和潘金莲是狼情窃义 那仅仅有相貌不般配 也没什么 可你看潘金莲是怎么嫁给他的 《水浒原主》中 是这样写的 在清河县中 有一显鹤的世家 其家中有位侍女 娘家姓潘 小名金莲 正值青春年华 容貌出重 因那大户对他心生垂涎 他却坚决不从 反告之于主人婆 那大户因此生出怨恨 却出人意料地 未向武大郎索取分文 反而倒贴嫁妆 将潘金莲白白驾驭他 常言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位大财主为何如此慷慨 不索一文 便将潘金莲驾驭武大郎呢 其背后必有不良企图 他肯定知道潘金莲是个祸根 谁跟潘金莲在一起 谁就过不了安生日子 毕竟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女子美貌不一定是好事 特别是貌美又贫穷 简直是雪上加霜 将一个貌美又贫穷的女子 给一个同样贫穷且挨小丑陋的男子 造成表面上两人的不匹配 势必会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反观武大郎 他深知自己如同得了一件货品般 接受了潘金莲 若他真心为善 本应给予潘金莲自由 但他一件潘金莲美貌 便欣然接受了那财主的嫁妆和美人 将他当作货品般置于家中 意图强行占友 最终呢 他确实得到了潘金莲 可下场也不是一般的惨 鼓语有云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一心追求美色的武大郎 最终引火烧身 不仅自身丧命 还连累武松丢了官职 最终被迫上了梁山 等于是家破人亡了 因为一个女人就落得这样的结局 实在是有些不值 反之若武大郎未曾贪图美色 娶平凡女子为妻 两人一起操持家中 那么凭借他的勤劳与朴实 即便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够过上安稳无忧的生活 享受平淡中的幸福 武松也能够保住官职 不止于为兄报仇 落草为寇 所以人呢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千万不要去企图一些 原本就和自己不匹配的东西 否则到头来很有可能人才两空 武大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固然可怜 但也绝对不是无辜 只能说他的所作所为 导致了他最后的结局 对此你怎么看呢 可以留言 一起讨论